台东县政府建设处从99年开始 四年来已投入4亿7800万经费 完成超过200条道路改善 103年的重点在机场、火车站前的门面道路 还有池上香、波浪大道、台东市、正气北路 新生路到康乐桥段等等 原先的这个道路的管养全部都是乡镇事工所的权责 那之所以我们县政府在99年开始会跳出来 自己来执行这个路平专案 最主要是因为也是考量到各乡镇公所 可能经费或人力也很有限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来做一个带动的作用 所以我们县政府自己来办理一个路平专案 那我们的要求是台东市区大概就是针对主要道路 巷弄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我们可能就还是请市公所来本预他们的权责来办 那我们可能就针对主要道路或是12米以上的道路 那乡镇的话主要就是针对编号道路跟一些跨乡镇之间的主要干道 这是我们县政府办理路平专案的一个要求 所以只要是县政府完成的路平路段绝对是没有孔盖的 除非一些像消防栓这种是必须留下来之外 其他全部孔盖是全部都会下地的 民众如果觉得部分道路施工后还是不平 可透过1999县民服务专线或是台东县政府建设处土木科089325394反应 将会有专人查询施工单位 要求施工单位自行运用所收取的深挖费进行重铺 东台新闻杨国柱台东市采访报道